威为大观 他所收藏的宝贝已经超过两千余件 耗资数百万元 这些藏品早已成为了他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它们是石头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为了得到一块好石头 就是为了怕失去它 这块石头出来以后不是一天两天能出来 大石头又好几天能出来 就说要在这儿等 有时候晚上就跟石头 跟他们在一起 玩意在这儿吃住 我就逮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我已经来了四趟 如今还没有出来 估计还要两天的时间 我的目标 是在北京 搞一次 比我过去搞这次展 还要隆重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馆商 来这个 来馆商 共同来享受我这个 这我的这个争品 神奇的灵壁石 孕育了灵壁石文化 后时的灵壁石文化 造就了一代又一代 灵壁石的收藏爱好者和玩石大家 出色石道和深爱石丸的石友 无不被大自然的回复神功 美妙天成所折服 古往今来 被世人争若公毙的灵壁石 何以引起重石折腰 而享誉古今奇石之首 赢得天下第一石的桂冠呢 因为赏识尤其的灵壁石 他的由于品证度 他给人带来的各种品位 各种这个爱好的人 都从灵壁石中能 能找出自己的渴望 自己的希望 赏识 关键是 对灵壁石的现场 可以解决人的认识的两大问题 也就是两个字 一静一动的问题 首先 灵壁石实性是纯净的 他很安静 石不能言最可认吗 所以你通过赏识 你这个社会上 现在社会活动太多 人心都复造 如果通过赏识 你就可以把你复造的心灵壁 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以后 静这绿 绿这格武 才能有所坏得 有所坏得了 你就有成阳性了 另外赏识点 他还能解决人的动力问题 怎么解决动力问题 因为石头对美 他也是自然美 自然个性 无所有空之美 他给人的 事业崇尽力很强 每一块真正美的石头 他可以实际点 行动 行动就随着带来一个 这个省体的运动 朋友的走动 自己能流动 省体不运动 不能健康 这个朋友不走动 游戏不能加水 资金不流动 不能整治 所以赏识 认识 你看 节约 节约一动一进的问题 你进那个地方 顶尽自己神行 战卡有好处 你一动起来以后 对社会 对社会有益 我认为这个赏识 两大股胶 我非常有感触 美的现象可分为 自然美和社会美 自然美存在于 一切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中 是客观存在的 社会美是人 在社会活动中 对某一事物进行审视和归纳 也是客观存在的 俗话说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